据调查 我国有一姓氏 人口仅有三人 这一姓氏极为罕见 罕见到就连文明于世的百家姓都未曾收录 这究竟是哪个姓氏呢 姓氏这一文化又是怎么起源发展至今的呢 所谓姓氏 其实是姓和氏的组合 这两者其实表达的是两种不同的意思 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文化 姓是我国古人基于上天与道法的基础上 对传统的宗教信仰和原始图腾的崇拜和敬仰 简单来说 由于我们的祖先信奉天和道 所以将获取到的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归结为上天的赠予 因此感谢上天对于自己生活的馈赠 此外 古人还将自然的四季轮替和日月轮回总结成为了道 在古人看来 天道的存在是诞生和延续家族血脉的基础 其实血脉相成和家族的延续被古人看得非常的重要 这也是有了不孝有三无厚为大这句话的原因 古人认为天和道就像是无形的恩人 给予他们食物 给予他们生命 让他们能传递自己所看中的血脉 是在先秦之前 一直都是被用来表示家族血脉的分支 与姓相比 氏所表示的东西更加具体 在姓氏出现一时 古人就是通过多样化的图腾符号 来区分不同的氏族群体 后来经过岁月的变迁 姓也逐渐被固定的字所代替 而氏却会随着地域 官职和从事的行业的变动而变化 经过逐渐的演变 姓氏就变成了固定的组合 姓氏组合起来 加上自己的名字 这就构成了一个单独个体的名称 由于性基本不会出现变化 而氏变化较大 所以氏的数量远大于性 先行前 性的数量较为稀少 只有八大类别的性较为文明 这八大类别的性分别为 姬 姜 姿 营 云 龟 瑶 吉 剩余其他姓氏的种族群体很少 其实上古时期的姓氏 基本都是源于部落首领的姓氏 在部落首领的姓氏的基础 在进行演变 命名部落中的人员 先秦之前姓的数量很少 很多族群都是姓和氏一起组合 说白了 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父姓 什么孤独 上官等 但是之后 单用一个姓的现象越来越多 氏被排除 这些单字姓和父姓相对 由于家族的繁衍和延续 这种单字姓的人越来越多 而父姓人群体也就越来越少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一般有两种 一是常年的战乱 导致种族流离失所所致的 二是由于自然灾害导致的 在当代 使用父姓的人群 相较于古代少了很多 很多时候 人们看到父姓的人 往往会格外关注 眼前一亮 到了北宋年间 为了便于统计方便管理 古人将逐步变多的姓都统一收录 这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 百家姓的基础 此后姓氏逐步成型 稳定发展 由于当时科学技术不发达 加上交通不便 所以很多的姓并没有收录到这里面 加上后来步伐新姓氏的出现 所以当时的百家姓基础篇并不完整 不过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百家姓 已经较之前完整很多了 与古人编撰的百家姓相比 现在的百家姓又被后人加入了大量新的新内容 其实在百家姓中收录的那么多姓当中 只有为数不多的姓氏较为常见 像什么王 刘 赵 李等 但是反观一些姓极其少见 像二 植 羊等都算是罕见姓氏中的典型代表 像使用人数较多的姓氏 往往种族血脉兴旺 人丁兴盛 当然像那种使用人群较少的姓氏群体 他们的家族和血脉就相对没落 人丁兴少 族群分支较少 不同的姓氏使用的人数有很大的不同 像使用人数较多的姓如王姓 据统计大陆的王姓人口约有九千多万 接近一亿 这一数值比国内总人口数的7%都大 是国内的第一大姓 而很多姓的使用者却只有几千人 几百人甚至会更少 上下一对比 这差距到底有多大就会很清楚了 其实国内还真有一个姓的使用者 连几百个都不到 这个极为罕见的姓就是神姓 神姓的罕见程度可谓闻所未闻 罕见到连有着姓氏大权之称的百家姓 都未曾收录 而这个罕见的姓氏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相传这个姓起源于炎帝 因为炎帝又好神农士 所以后人们在继位失败后 便开始改头换面 以神姓自居 自此神姓家族便开始发展 但是没想到的是 神姓家族的子嗣后人并不兴旺 家族中的人丁极为稀少 这也就造成了神姓家族发展缓慢 很少有人知晓的现状 不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神姓家族的发展一度提速 家族人丁逐渐增多 但是好景不长 很快便又回到了之前的规模 期间阻碍神姓族人繁衍的具体原因不详 在古典史书上记载着一位神姓大官 曾出任过汉朝的齐都尉 这个官阶在当时算中等位置 不高不低 此后 史书上记载的神姓人口再没有出现过 就好像神姓人口从未出现过一样 不过好在神姓族人还是成功流传了下来 神姓血脉得以完整保存 现在国内仅剩的神姓族人只剩下了三位 其实不管是什么姓氏 不管姓氏的使用者有多少人 每种姓氏都是我们文化的外在表现 每种姓氏都是一种传承 一种来自古人血脉的传承 接下来说 中国最强的姓氏 创12个王朝出60位皇帝 如今人口破亿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同时姓氏也十分的多 1945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曾经首先便做出一个统计 在全国范围内的姓氏种类 共有5662个 宋代百家姓收入628个姓氏 明代千家姓收入1570% 94个姓氏 在这众多的姓氏中 有一个姓氏可谓是尤为特殊 堪称是中国最强姓氏 这个姓氏就是理性了 根据2010年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的数据 光在中国大陆的理性便多达 9500多万人 名列为第一 而又经过了近十年的发展 现如今理性的人口恐怕早已经破亿 比之许多人口数量中等的国家都还要多 理性之所以能够发展到如今的规模 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理性在历史上 也是出现过封建王朝 以及皇帝最多的一个姓氏 根据统计 理性一共出现了12个王朝 以及60余位皇帝 理性先后建立有大成 西梁 梁 吴 魏 唐 楚 后唐 南唐 大蜀 西夏和大顺 等政权 尤其是唐朝 可以说最终王朝中最为鼎盛的 翻开理性的历史族谱 其中最为显赫的名字便是唐太宗李世民了 李世民出生于598年 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 少年从军擅长骑射 玄武门之便杀死了太子李建成 其王李延吉及二人所有儿子 虽然手段狠辣 但是李世民在位期间虚心纳贱 对内文治天下 对外开疆拓土 亲手缔造了贞官之质 正是因为唐朝的强盛 理性作为当时的国姓 自然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封赏各路诸侯王 自然是以理性史居多 而且有趣的是 皇室赐予大臣 或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武将为国姓 也就是说随李唐皇族姓李 还有吐蕃以及犹太 安息高沟吏等外来少数族裔 也多封于理性史 理性历经了唐朝289年的发展 几乎已经成了当时的第一大姓 唐朝初 理性便开始大批进入了福建和海南 随后分布于全国各地 关于理性的起源 也是不得不说的 根据相关的史料统计 理性的血缘先祖 为东夷族首领高尧 高尧可不是一个简单人物 他是上古时期的 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 同时被史学界和司法界 公认为中国的司法鼻祖 与尧顺大禹并列为上古四圣 可见影响力 所以高尧作为理性的起源 连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 都是觉得很荣幸的 甚至派遣史官 在各种史书和典籍中 找根源和证明 后来证明是因为 高尧被任命为顺的理官 也就是掌管刑法的官职 于是便令族人以理为姓氏 而在古文字中 理和理是相通的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